有民众投诉高雄市甲仙国中没有管控好进入学校里面再货物的这个货车 有学生趁着午休时间竟然跑去偷开货车 老师制止不理会学生也不理这个任何的这个劝阻 那么甲仙国中表示会对同学们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 不过同学这样在校园里无照驾驶 还是可以处罚六千块以上到一万两千块钱以下的罚金 午休时间几名国三兄在做资源回收 看到小货车停在校园内突然动作俐落的上了车熟练的发动车辆 楼上同学看到这副景象简直傻眼 只见小货车一下往前一下往后看起来就像在玩车 他有几个小朋友他就上去然后就在那边投开 然后我下去以后我跟他说你们未满18岁没有驾到 不要开赶快下来然后他跟我比个OK 这时学务主任出现看到小朋友开启大车 吓得要求立刻停车好在都没有发生危险 原来学校要参加比赛当时家长开货车来载鼓 但钥匙没拔孩子好奇之下又想帮忙载鼓才会偷开货车 主任解释事后有对学生加强辅导 开货车的学生今年都毕业了 校方自行检讨以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记者网友全成为君高雄报导